材料是特性的,它比較有兩罐的感覺 可是我使用單一材料沒有辦法達到那種效果 所以我就變成設計兩個Locker 那這樣的Locker會否會影響Push Off 等於速度哪個剛好? 可能Push Off的速度會比較慢一些 因為我們走路速度沒有很快 其實是控制的跟視角走路是差不多的 不過我覺得很正常 因為你要打算一個目的氣氛電話已經很正常 因為你要減少習慣檢查的 我其實不是很了解說為什麼Double Rocker就會增加Locker 其實是因為它那個角度有旋轉 就是我有在Locker這邊 它其實這個地方有旋轉這樣子出去 所以說它不是一個平滑的 它不是我們往前前去這種Locker 它是一個斜的Locker 所以它在走的時候自然就會往外側走出去 你是指說整個Rocker的平跟 就是它自己有一個位置的嗎? 就是一般我們Rocker是這樣子 應該問你聽眾 這一隻腳是左腳還是右腳? 讓大家猜 這一隻腳是左腳還是右腳? 這一隻腳是右腳? 這一隻腳是右腳? 不是左腳 如果你大部分把它想是左腳 你就不會想說它為什麼是Double Rocker 它是把它變成一個Tall Out 所以它是右腳變成跟你的腳不一樣 它整個線歪掉 朝外面去才叫Tall Out 所以這隻腳是右腳 它是一個比較反炫頭 跟我們一般線頭相反的設計 跟我們一般線頭相反的設計 clever 很快 不enz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